作为人类探索月球的重要工具 月球车随着嫦娥三号落月项目的启动 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此前 只有美国和前苏联的五辆月球车 成功登陆过月球表面 月球车分为无人驾驶和有人驾驶 无人驾驶的月球车 其实就是智能机器人 能在月球表面移动 并完成探测任务 前苏联发射的月球车一号二号便是如此 它们像马桶盖一样的车顶 其实暗藏玄机 内侧的太阳能翻版 在车盖的保护下提供全车动力 月球车工作数月 获取的众多月表数据 为前苏联的月球研究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 月球车二号在工作时 陷入月表坑内无法自拔 在挣脱困境的过程中 被月壤遮住了电池板 不幸牺牲 永远留在了坑里 美国发射的月球车 则更像是宇航员的代步工具 宇航员可以驾驶它 在月球表面巡游 翻越障碍 有人驾驶 月球车能够考察的范围更广 目前地球上采集回的月球样品 大多是美国航天员驾驶月球车 获得的 此次我国的嫦娥三号 将采用软着陆的方式 抵达月球红弯 这是我国首次采用软着陆的方式 登陆地外天体 此前 嫦娥一号曾在09年 完成探测任务后受控装月 实现了硬着陆 2010年 嫦娥二号在月球轨道 成功发挥月面红弯的局部影像图 为嫦娥三号的软着陆 绘制了一份详尽的环境地图 由于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的缓冲 软着陆的实现 要靠火箭自身的反作用力来控制 就好像钢铁侠中 男主角落地需要不断调整 四肢喷火装置的角度 和自身姿态的平衡 任何系统的偏差和落地环境的影响 都很可能导致着陆的失败 此次登陆月球 玉兔号将成为抵达月表的第六辆月球车 这是我国派出的首辆月球车 金碧辉煌的外观为人们津津乐道 这层土豪金其实是一层保护膜 可助玉兔号抵御阳光辐射 玉兔号采用六轮独立驱动 行动起来十分灵活 车前的机械臂可采集月表样本 车内的雷达等实验设备 可探测月内100米深处的结构 这也是其他月球车从未实现的 玉兔号抵达月球后 估计工作三个月 将开展包括月表成分调查在内的多项科学研究 之后将随着着陆器一起留在月球 估计工作 fourn 十分钟 成长 在第三相联 对 第一跳 第一 Pew 和